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台风钙米对亚洲地区的严重影响 这场风暴在台湾和菲律宾造成了重大破坏 导致数十人丧生 数百人受伤 并引发了山崩和洪水 台湾的学校和办公室连续第二天关闭 而菲律宾的邮轮沉没事件更是加剧了灾情 此外 中国大陆也正严阵以待 福建和浙江两省已经暂停了航空 船舶和火车运输 并进行了大规模撤离 这一系列的灾难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 面对如此强大的自然力量 我们该如何应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巨变的风暴 台风袭击台湾和菲律宾 全球关注邮轮沉没 台风钙米 猛烈来袭 对台湾和菲律宾造成严重破坏 来自台北的报道显示 登陆后的风暴引发了低洼地区洪水和山崩 摧毁了房屋和商店 这场强台风在横扫西太平洋的过程中 造成菲律宾至少22人死亡 台湾则有3人丧命 超过220人受伤 台北市街道异常宁静 除了偶尔的小雨和阵风外 几乎见不到人影 更糟的是 一艘载有140万升工业燃油的邮轮 MP Terra Nova 在菲律宾巴丹省利麦镇附近沉没 尽管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16名船员中的15人 但海矿恶劣 使得海岸警卫队难以控制可能的漏油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 小马克思 Ferdinand Marcos Jr. 下令加速向偏远农村地区运送食品和援助 他担心那里的人可能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随着台风向西北移动 预计其灾害影响将持续到周五 并进一步朝中国大陆方向前进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 福建省东海岸的杜伦航线在周三已经暂停 而全部火车服务也在周四停止运行 中国大陆同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面对即将登陆的超级台风钙米 根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国家气象中心已发布今年的首个红色警报 因为钙米在途经台湾时被升级为超级台风 台风中心附近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51.2公里 这将是今年第三个袭击中国的台风 福建和浙江两个东部沿海省份已经做好了准备 停止了航空、船舶和火车运输 并关闭了户外景点 福建省气象局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 这是针对台风和暴雨的最严重级别 超过15万人已经从福建撤离 以防备台风可能带来的严重损害 在台湾 根据Docha Valley的报道 台风钙米在夜间横扫台湾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超过200人受伤 台湾中央应变中心报告 一艘挂着坦上尼亚旗帜的货船 富顺号在高雄港外海沉没 船上9名缅甸籍船员失踪 目前尚未救出 台风钙米于周三深夜登陆台湾 当地时间凌晨12点左右 袭击了东部宜兰县 并在周四早些时候移动到台湾海峡 虽然台风的强度有所减弱 但当局警告南部和中部台湾居民 未来几天可能会有洪水发生 约87000户家庭在周四早上仍然停电 学校 工作场所和金融市场连续第二天关闭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周三早上的紧急简报中表示 目前有约29000名士兵待命进行灾后救援 他强调 接下来的24小时 对于岛屿来说至关重要 这场风暴被预计是八年来最降的风暴 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90公里 并预计将给南部和中部台湾 带来约1800毫米的降雨 风暴已经对日本和菲律宾造成了影响 增强了马尼拉的季风降雨 导致5天内发生了十多起山体滑坡和洪水 并造成至少8人死亡 游轮沉没事件引起全球关注 目前尚不清楚这艘游轮沉没是否与恶劣天气和波涛汹涌的海况有关 但交通部长海煤 鲍蒂斯塔表示 由于海况恶劣 海岸警卫队人员无法立即到达现场控制可能的漏油 这场风暴还促使台湾东海岸的空军演习取消 使得防灾的压力大增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PSMC 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之一 表示其在岛上的工厂将正常生产 但以启动例行准备工作来应对风暴影响 中国也在加强防灾措施 铺天带地的预报系统和紧急响应机制已经启动 中国气象局表示 超级台风钙米预计将进一步向内陆移动 带来强降雨 水利部首席预报员尹志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从南方开始台风将横扫全国七大流域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也表示 在台风登陆后 暴雨将持续约一周 当局将全力确保无人员伤亡 水库无溃坝 重要提防无失效 重要基础设施无重大影响 在北方 中国继续遭受暴雨袭击 北京在周三发布了暴雨红色警报 西北省份甘肃的两条国道 因泥石流 洪水和山体滑坡而受损 台风钙米经过菲律宾时虽未登陆 但引发的强降雨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 超过60万人因洪水和山体滑坡流离失所 在这场巨变的风暴中 全球关注的不仅是台风带来的直接损失 还有邮轮沉没所引发的环境威胁 可以预见 台风钙米的影响将持续在东亚地区回响 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将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的共同应对 随着风暴的进一步移动 中国福建省和浙江省的居民 已经做好了撤离准备 防灾工作压力巨大 而台湾和菲律宾的重建工作 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这场台风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害 更是对人类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台风钙米近期在台湾和菲律宾 引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并对中国大陆构成了威胁 这场风暴的影响范围广泛 带来了毁灭性的降雨和强风 导致人员伤亡 基础设施损坏和经济损失 在台湾钙米登陆后引发了洪水和山崩 造成房屋和商店受损 根据报道 这次风灾在台湾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超过220人受伤 台湾的办公室和学校在风暴期间暂时关闭 当局呼吁民众远离危险区域 尤其是海岸线 风暴还导致台湾东海岸的空军演习取消 台风钙米在台湾的影响尤为严重 因为台湾地形复杂 人口密度高 风暴带来的暴雨和强风 对高科技经济体构成了严峻挑战 在菲律宾 台风钙米 当地称为卡里纳 虽未直接登陆 但引发了强烈的寄风雨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超过60万人因洪水和山崩而流离失所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 小马克思已下令 加快向受灾地区运送食品和援助 风暴还导致一艘载有约 140万升工业燃油的游轮MT Teranova 在巴丹省沉没 救援人员救出了16名船员中的15人 目前尚不清楚沉没是否与恶劣天气 和波涛汹涌的海况有关 中国大陆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福建省和浙江省停运所有航空 船舶和火车运输 并关闭户外景点 预计将迎来台风钙米的登陆 中国气象局已发布了红色警报 并启动了应急响应系统 以应对可能的洪水和强降雨 福建省和浙江省 已经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了准备 超过15万人已经从福建撤离 水利部门预计 暴雨将持续约一周 并对全国七大流域产生影响 这场风暴还对中国北方地区 造成了重大影响 北京和其他北方省份也收到暴雨警告 可能导致洪水和泥石流 中国已经部署了高科技手段 来加强台风的观测和预报 包括使用国产无人机收集数据 并实时传送到气象云平台 综上所述 台风钙米在台湾 菲律宾和中国大陆 引发了广泛的自然灾害 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各国当局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以减少风暴带来的损害 并加强预警和灾后救援工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无论你怎么看 这次台风钙米的袭击 显示了我们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 有多么重要 台湾和菲律宾虽然受到重创 但他们的预警和应急系统 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台风虽然造成了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 情况只会更糟 台湾特别加强了预警系统 已经成功减少了不少损失 嗨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说这些预警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事实是 无论是台湾还是菲律宾 还是中国大陆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非常严重 这些国家的应急措施 真的那么有效吗 听起来更像是个笑话 超过60万人流离失所 22人死亡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面对自然灾害 我们还需要做很多改进 听到这些所谓的成功故事 我只想问成功在哪里 谢琪琪 我承认这次台风造成人员伤亡 非常令人悲痛 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即便如此 预警系统和应急措施 还是救了很多人 看看历史上那些 没有充足预警系统的灾难事件 比如19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 当时因台风和洪水 造成了50万人死亡 相比之下 台湾和菲律宾的应对措施 显然已经大大减少了 人员伤亡和损失 楚天书 历史上的悲剧 确实教会了我们很多 但你不能用过去的悲剧 来掩盖现在的问题 就像现在的邮轮事件 菲律宾的救援行动 因恶劣天气而延迟 这难道不也是个问题吗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在恶劣条件下 更有效地进行救援 而不是只说至少我们做得比过去好 这不是该满足的标准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更高的标准 让每个人都能安全 谢琪琪 你说的没错 追求更高标准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有系统的价值 厦门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台湾在过去十年中 因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 已经减少了30% 这是科学技术和应急措施的进步 我们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而不是一味地抨击现有制度 楚天书 我也不是说现有的系统一无是处 但我们应该看到现实 中国这次动用了无人机和高科技手段 来加强观测和预报 但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面临洪水和山崩的威胁 技术在进步 问题也在变化 我们需要的是灵活应对的新策略 而不是一味地依赖现有的技术手段 过多的依赖会让我们忽视问题的根本 这才是令人担忧的地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次台风盖米 Gamy 真是搅动了整个西太平洋的水雨天 它一登陆台湾 就给那里带来了洪水和山崩 像是闯进瓷器垫的大象 毫无客气地弄得房屋和商店一片狼藉 台湾人民只能在家自探倒霉 办公室和学校连续两天都关门 根本没办法出门 台湾的地形本来就复杂 人口密度还高 加上高科技经济体的特性 这场风暴一来 损失还真是难以避免 台北市平日人来车网 这次却变得异常安静 只有小雨和阵风在那里叨扰 菲律宾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台风虽然没有直接登陆 但强烈地降雨使人们措手不及 导致22人丧生 山崩和洪水四处肆虐 连巴丹省的一艘邮轮MT Terranova也被波涛吞没 虽然救出了15名船员 但还有一人失踪 实在是让人心骄 菲律宾的总统马克思也是急得上火 赶忙下令向偏远农村地区送去食品和援助 毕竟那些地方可能已经好几天没吃上饭了 首都周边的高密度人口地区同样不堪入目 洪水让政府工作和学校课程全都停摆 而中国大陆也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这颗已升级为超级台风的钙米症逼近东部海岸 国家气象中心都发出了最严重的红色警报 福建和浙江两个省份更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暂停了航空、船舶和火车运输 并关闭了户外景点 福建省还启动了一级应急响音 整个省超过15万人被迫撤离 这超级台风的威力可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强的 风速和降雨的危险程度让防灾工作压力山大 更别提北方地区也在遭受暴雨袭击 甘肃省的国道、印尼湿流和洪水受损 北京市甚至都发布了暴雨、红色警报 在台湾 盖米也不甘寂寞地把一艘挂着毯上尼亚旗帜的货船 富顺号给弄成了船上的9名缅甸籍船员失踪 搜救行动只能等天气稳定些再展开 台湾中央应变中心表示 这次台风至少造成两人死亡 超过200人受伤 这场超级风暴带来了强风暴雨 让超过87000户家庭停电、学校、工作场所和金融市场连续第二天关闭 这次台风是8年来最强的 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90公里 给南部和中部台湾带来1800毫米的降雨 总统赖清德也只能呼吁人们以安全为先 因为这次挑战对紧急服务和人员来说实在是前所未有 总之 这次台风盖米真是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巨大威力 无论是台湾 菲律宾还是中国大陆 都在这场风暴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和挑战 当然 也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防灾准备和应急响应的重要性 希望这次经验能让各国在未来的自然灾害中 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